欢迎收看各位见识客 我们常常讲 上帝要毁灭一个人 要先让他干嘛 先让他疯狂 你今天看到民众党科文子 他们办的这个记者会 你非常明显感到 他们已经疯狂了 他们根本不知所云 甚至他们连拿出的发票 都一看就知道是作假 你明明要报销的是 今年1月13号以前的账务 可是你竟然就要木可公司 在8月中旬开了一张新的发票 然后用这个新的发票 来告诉我们说 这就是没有办法报仗的账 那这个东西根本就在诡则 而且我们看到 柯文哲更无耻地讲说 今天这个商办 放在他的这个名下 是监督最严密的 所有你无法想象 你所有无法想象 最夸张光怪努力的言论 今天在这个记者会里面 竟然一道一道地被端了出来 为什么柯文哲 现在陷入疯狂当中 因为他戴上了魔剑 他戴上了魔剑 他不是索罗 他戴上了魔剑 他现在已经变成骷髅了 我们看到现在 五大案已经完全地压在他的身上 现在刚刚讲的 你的政治现金上面 已经有明显的一个缺陷 而这个政治现金的缺陷明显 让你有背信的这个嫌疑 如果你有背信洗钱的话 你这个刑责你跑不了 而且现在金华城 省基金现在已经升压了 省基金如果升压 这条线非常恐怖 因为省基金是用所谓的 以职务行贿罪 如果真的是职务行贿罪的话 那柯文哲轻的话 是土利五年以上 如果重的话 是十年以上 那现在只有账吗 没有 今天果在市场 今天北市科 今天我们看到台式光 也全部动起来了 所以有人讲 现在柯文哲根本就是一个 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 他现在根本就动弹不得 现在五大案 一个案一个案的压在他身上 他现在就想要去灭火 就想要去处理 他现在左自右处 当他想要处理 现金的问题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到了 整个金华城就动起来了 当他开始想要去解释 金华城的时候 今天北市科就开始动了 甚至连今天 火菜市场也开始搜索 像有人讲 沈庆经就是柯文哲的死穴 他今天已经承认 他到了陶主义园去唱过歌 而且你看到 他现在所有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已经被记录下来了 所以现在 柯文哲什么时候被约谈 柯文哲什么时候会生压 那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 你看到检掉没有要放他过 现在检掉不但是要收压他 检掉根本就是要让他进得去 让他出不来 如果你去把这五大案加一加的话 他这一辈子都要在牢里面过 而且他连假释 他连想要出来的机会 都微乎其微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 比如在大方首一单 财经专家黄州宋雄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党 这是报总长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自身本田雅文真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自身本田吴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自身本田张雨萱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解初沛 大家好 好 刚才讲的是 今天讲 如果上帝要让毁变一个人 我要先让你疯狂 那现在看到 柯文哲今天根本就已经疯狂了 哪有说 我党主席我要请假三个月 你说请假三个月 他根本就是要避风头 这个避风就代表 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 在公众面前了 宝姐 事实上今天 柯文哲对大家道歉 但是我认为说 他现在已经撑不住了 撑不住了 他现在不想要在公众场合 面对这些质疑了 为什么 因为目前的五座大山 压得他 完全喘不过气来 清华城 北市科 还有万大雨果市场 台智光 还有政治现金 申报不死这个案子 一个再一个他身上报 而且他现在左之右处 一下子报政治现金 然后一下子报清华城 一下子报北市科 他根本完全不知道 现在检调到底主打是哪一个 他现在随时都认为说 我到底是还有什么地方 什么东西被检调 完全掌握了一个情形 因为当时你看到 当时就抓到什么的郑文杉 你当时看到南姐 就发动这个突袭 觉得检调的单位的动作非常快 可你发现北检不是 北检看起来不急 北检老神在在 北检慢慢在收集 北检不是查一个案 北检是查五个案 而且五个案是彼此联动 而且五个案都有金流的互动 金流的互动都指向柯文哲 而且你说秋天快到了 恐怖的秋决要来了 对好 为什么秋决要来了 我们跟大家讲 事实上这几个案子里面 你看牵扯到多少 贪污自在条例违背职务行使收费罪 无期徒刑过十年以上 土利罪五年以上 备刑罪五年以下 洗钱罪来为七年以下的徒刑 公务财产来源 公务人员财产不明罪 五年以下 如果这些 都是可以重复再罚的 抱歉 现在的这个剪刀立场是什么呢 我不压你则疑 我一压你之后 就要让你出不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一直巩固 一直巩固 你进去之后 好你想要出来的时候 一个案一个案端出来给你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原本表定的时间是9月5号嘛 9月5号 省清清才会收到这个传票嘛 结果没想到 应小回想要跑的这种 让整个剪掉的这个动作 有一点加快 但是无论如何 剪掉为什么不急呢 宝杰 我们讲 要毁掉政治人物来说 判刑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让他斗凑 斗凑他最好 那怎么斗凑他 宝杰 因为他知道柯文哲会自爆 现在我们这样一段 全民都在看他怎么讲 他自己在斗凑他自己 他自己常常前沿不对麻嘴 自己讲那么多公众谎 像今天下午的这个会议里面 我相信大家看了之后会觉得什么 你是在说什么 人家讲什么 大家无法接受 所以他在斗凑他自己 这就是我们目前为止 这个所谓 我们可能官方呢 需要呈现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我跟他讲的 今天如果你看了 他下午的记者会 很多人都觉得无法忍受 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公开说谎 睁眼说假话 我们大家就想到 当时说你就是讲到的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 他们自己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 他们在说谎 我们也知道 他们知道 我们知道 他们在说谎 但他们依然就说谎 刚才讲的 今天你居然可以拿一个假发票 你竟然可以前言不对后语 你竟然柯文哲可以讲 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名下 那是最有接触效率的 更可怕的是说 钱汇到你的户头 你说你不知道 宝杰今天这个柯文哲来说话 他原本想要这个灭火 但是没想到宝杰 越来越多火 又这样烧起来了 所以我才说 他是自我批判 自我在毁灭他自己 好 其实你讲说 现在柯文哲 戴上那个魔戒 对 戴上魔戒当时最高级就是那个索罗 对 你说他不是索罗 是 他变成骷髅了 对 我怎么这样说宝杰 你看 金华城这个案子 北思科案子 万大雨果市场 还有这个所谓相关的案子里面说 甚至现在所有都直指到他的钱 所以简单来说 他过不了钱这一关 过不了钱这一关的时候 你看所有的问题 现在就是回到这钱 不好意思 那他今天怎么讲 讲到净总这个账的问题来说话 他说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这个账 这个时候 李文中看过这个账 然后人家说 那你这个1500万 或者说400万 汇给你这是什么事情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这钱 我根本不知道 他会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个 这个选举补助款 也是自己会到我的账户里面来 可能问题是 宝杰 你这个完全说不通啊 不是 我今天看了 我就让你在说 你刚才讲 你今天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选举补助款以后 他就可以汇给我三个户头 我要问的是 你柯文哲 你有的几个户头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一个户头 我都不会知道 结果我居然会知道你三个户头 那我一汇 汇给你三个户头 那我汇给你三个户头 然后柯文哲说 我都不知道了 那他自己制作主张了 看到这个钱进来以后 就汇给我了 汇给我三个户头 这种瞎话他都敢讲 老姐 汇进来的时候 其实呢 银行很多都会通知你啊 会说 你会知道这个汇钱进来 他都完全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这个所谓 我四百万的这个肖战权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个选举补助款 也是都自动进来 我完全不知道 老姐 你说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 这种人可以当我们国家的 你还要想当总统 你连这种小钱都不知道 那更况大钱的这个状况嘛 所以之前李文哲 讲那个干话 讲那个干话 本来讲说 我在这里 非常负责任的 跟大家报告 我完全不知情 当时你就觉得 已经够荒谬了 对不对 就我今天看到 干话一三还有必三高 今天柯文哲 把干话说到最高级了 所以我们今天 看到这个记者 看到出来我都说 我看这个记者要干什么 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李文哲也不知道 柯文哲也不知道 到底谁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们要讲什么 所以说现在他们的状况 就是压力真的太大了 那压力大到时候 我不得不解决 可是我解决 我也不知道该什么 我就胡说八道 对那没说 今天又出来一个说 1500万 大家都说你这个禁总 汇到这个木可 去1500万 这个授权费到底是什么 他们今天又有一个 新的版本出来 他说这1500万是什么 我们原本跟木可 就有签一个约 签个约之后 斗内换小物的时候 因为我们跟木可的主张不一样 木可主张说 我们斗内的金额的 百分之十 来变成1500万的这个授权费 所以我们就汇了1500万给他 就被他禁总现在说 不对 是139万 要用这个所谓 竞选小物的东西 所以保险 这个之前呢 就可以已经处理掉的事情 现在1500万被抗中 你才想的这个借口 保险这个 这个很明显就是 选后的借口嘛 而且更可笑的是说 你今天 我觉得我对陈志涵的经养 如滔滔江水 一个人说谎可以面部改色 而且真正也说下话 那真是天下第一 难怪你可以一个月 020万 然后讲说这个139万不对 所以我们还要跟他要回来 我觉得这个太好笑了 他说 你这个要回来的时候 我跟他讲 今天木可 已经给了柯文哲 450万了 你给了柯文哲 450万 你柯文哲没有意见 然后现在 你还要等于说 我给139万 中间的1000多万 你还要跟木可要 保险你看 事实上他们说 要跟他要1500万 他们只有给木可这么多钱 可是问题是 你还给了这个授权费 授权费要从谁那边出啊 所以他们完全账目 完全都不起来 然后他们还在那边讲 有介事 然后你要问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说 我交给这个律师处理啊 这个我不能够帮这个木可回答 可是保险 8月12号的时候 他们要开第一次记者会 他们就说 我们呢 现在来怠念这个 我们木可的相关的生命稿 我们把它清算掉 当时就可以这样 现在又不能够这样子 就大家完全看不懂 你们都完全 前后矛盾不一致 然后现在就是这样 反正这个谎了 我们缘不了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话 所以说来说去来说话 真的 今天看到最后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 他们在讲什么 我们这样讲 上帝要毁灭一个人 我要先让他疯狂 你就没有想到 今天整个记者会毁 太夸张了 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说谎吗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讲的东西漏洞百出吗 而且更可笑的是 黄珊珊 你是律师 你今天是台大法律的高材生 就丢出来发票 好像说我们非常委屈 我们已经非常努力查账 账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这张发票 刚刚讲的 2024年的8月19号 你的选举都已经过了多久了 而且开发票的是谁 木可公关公司 而木可公关公司 不是在8月12号的时候 你柯文哲 已经代为宣布 他已经解散了 一个被你宣称解散的公司 而这个时候还有盈遇吗 你居然可以再开一个发票 给竞选总部 而且金额非常高 宝达哥就从今天开始 台湾创造了一句新名言 你知道什么名言吗 就是我们知道 他们把我们当87 但是他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他们把我们当87 但最后呢 他们依旧把我们当87 就是这样子吧 他们自己是87也就算了 还要把我们当87 对因为我们讲的确是有句话 叫做人不封魔不成果 但我们讲啊 他们如果不这样疯狂下去 真的是活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名言人都看得出来 113年7月到8月 这个时候选举结束了没 结束了 宝达结束了 不是啊 宝达哥 这是这个月的事情 你怎么会 在这个月开了一个发票说 哎呀我们这一张忘记漏报了 你是做了小叮当的 我们讲时光机器吗 怎么可能 而且再来喔 2024年8月19号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木可公关公司 宝达哥 又是木可公司开了发票 不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公司敢给他们发票了 他们现在连木可公司的发票都敢开了 不是 我跟你讲同一批人 一样也是黄珊珊 一样也是柯文哲 大家还记不记得8月12号的时候他们干嘛了 在记者会上 哎来来发一下发一下 他们宣告什么 木可解散了 木可要解散了 结果他又跟你讲 已经解散了幽灵公司 在根本不是选举的期间 也是这个月现在right now 又开了一张幽灵发票说 哎呀没有啦 我们这个一百万我忘记漏报了啦 你看看我们有这个一百万有这张发票 不好意思各位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家伙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疯狂还是怎么样 还是真的都把我们全台湾人当87 因为黄珊珊你不要说是律师了 今天换言之任何一个正常的 有人敢做这种事情吗 没有 非常的大挽回 我觉得我现在周边的朋友 为什么对柯文哲越来越愤怒 而且越来越生气 我怎么觉得台湾十年来 怎么会让这样的一个家伙兴风作浪 怎么会把这个东西 他差一点当台湾的总统 你今天 你真的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保陵哥我跟你讲 我理解他们逻辑 他们逻辑就是这样 柯文哲交办了黄珊珊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 你就是想办法把2723这个上给填起来 但黄珊珊真的想不出来办法 所以想不出来办法干嘛呢 他就整疯狂了 我就作假 我就疯狂 他就说好 没关系 反正要摆烂我们就演到烂 反正整个就是一笔烂上 对不对 一锅老鼠屎 我再加一碗老鼠屎就会怎样吗 没差 还是老鼠屎 所以我干脆就说好了 木可我知道你很臭 那就臭到底好了 叫你在8月19号的时候 再开了一张我们讲假发票 那这个假发票 各位对就是假发票 为什么 因为你在开我什么玩笑啦 你跟我讲好了 竞选总部 然后你只要申报日期 明明要一在1月12号之前 你敢报说现在8月19号 解散之后再报一张 我真的不明白 而且刚才讲的 你现在这个是竞选小屋 你的竞选小屋照理一下 你现在不可以有任何竞选活动 你也不可以卖竞选小屋 那我要问你 你现在8月19号 你这个里面的100万 是从哪来的 对 博人哥 对 我就问 这100万的品项是什么 他们违法犯件 完全不在乎 坦白讲我其实很期待剧情发展 就是反正你都 唬烂出一张100万了 对不对 那请你告诉我说 这100万里面 你到底在8月19号 做了什么事情 跟我们讲的过去的竞选期间 有任何有关联的 这掰不出来嘛 博人哥 我真的掰不出来啊 而且刚才讲 不是那个发票的问题 今天是从头到尾 你谈到木可公司 你今天谈到所谓的 他商败的问题 你今天谈到所谓的 政治先进的问题 他全部都胡说八道 但博人哥 我必须坦白讲 这是我今天 我这种 从我们讲 看柯文哲这么久以来 这10年来 他真的是理智线断掉了一天 你知道吗 他有三大崩溃点 第一大崩溃点 就是问到他竞选办公室的时候 因为有个记者非常尖锐 问他说 柯文哲 你刚刚讲说 你这个东西 前一阵子你说是个人办公室吧 对不对 但你今天又说是 立法院党团办公室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 你知道柯文哲是什么 他说 我个人 我也会去立法院 我也去那边上班 我个人用 他们也可以用 所以我的办公室 就是党团的办公室 他到底还讲 不知所云了 不知所云 而且不只是这样 问到金华城的时候 他一样 不是他会漏词 想一想 你刚刚在问什么 他以前怎么会这个样子 对 他连自己之前讲过什么 他也没预料到 记者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现场直接柯文哲 157的智商大档机 变成571 对不对 直接就坏掉了 而且不只要问他金华城 他也是哦 问问说 你跟金华城的关系是什么 你到时候如果被生压的话 被积压的话怎么办 然后他也是 不知道怎么问 然后就讲出一句 莫名其妙说 有啦有啦 我有跟神经经唱过歌 再去过一次 逃出影院 去过一次 他直接认了 根本没有人问他 没有人问你这问题 他自己就自爆说 对 我就是去逃出 我去跟这个 我们讲神经经唱歌 不是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讲 我们昨天就讲 很多的社会行为 有人赶快去自首 甚至有人到庙里面 就这个坦白 为什么坦白 每天晚上就有鬼来找他 因为他做了坏事 做了坏事 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个神明每天来找他 那个鬼每天来找他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真的出来以后 他什么都糟了 对 他放弃治疗了 而且他今天早上 他今天早上说 我早上睡得很好 没有人问你睡得很好 是你这个 干嘛讲这些话 代表你睡不好了 对 保际哥我跟你讲 他是完全放弃治疗 为什么讲说放弃治疗 就说 不要再纠缠我了 拜托不要再折磨我了 对啦 我就烂 他今天就这样我就烂 因为你知道吗 他自暴自弃了 他就自暴自弃了 甚至我会讲 问到他财产的部分 这句话更绝了 我会讲他什么 因为就有人问他说 柯文哲主席请问一下 你真的只有买这一件吗 因为你的财产申报 到现在为止 你根本不用报了 就你知道柯文哲讲说什么 柯文哲说 选举就是选举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什么叫做 选举就是选举 我选举前有财产申报 我现在 要我再做也是也可以 至于说我到底有没有买其他的房产 就账面上生意间 我没有了 天上那么多钱会掉下来 我真的听完之后 我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不是嘴巴一油的问题 也不是口词不清的问题 是柯文哲整个脑子已经打斜 变架糊了 所以当今天这样 记者会看完之后 我原本第一时间 你知道干嘛 我愤怒 我觉得你们怎么可以 睁眼说笑话 但后来我觉得可悲 你知道最后我觉得什么 好好笑 真有趣 柯文哲真的是我们讲的流量天王 好 吴总 刚刚讲的 我现在是含义说 你怎么那么敢 你敢吗敢 就是说大的小的 我们我讲的长生 我们我讲的竞争 你什么都敢吃 今天柯文哲讲了一句话了 讲了一句心里的话了 这是你常常讲的 他不选了 人家就问说 你干嘛把这个商败 放在你自己的名字下 他说 这个商败放在你自己的名字下 最有监督的能力 如果我要参选的话 就要公职人员 公职这个申报 代表什么 我不选了 我不选了以后 这个房子再也不会在这个所谓的公职申报里面出来了 就是因为我不选了 我就搞一团大的 那今天的疯狂在哪里 疯狂在于 他没有想到北俭这么狠 没有想到北俭用武担子给压着他 而且北俭不急不慢 不快不紧的整个钟 我就压着他喘不过气来 他知不知道明天早上 北俭会到他家去敲门 明天早上 他知不知道你认为 他今天去剪了头发嘛 他剪头发干什么 剪头发干什么 对对对对对 未来几个月不会剪头发了吧 他去土城报道啦 他知道明天早上七点钟 北俭到他家敲门了 他今天去理法是有意义的 当然是有意义啊 那是他的入肩的仪式 当然不是剪得干净一点嘛 把头发太长都照起来很苍老的感觉了 入肩也要有个样子嘛 毕竟是个总统候选人嘛 为什么他他知道嘛 他知道今天 我们昨天讲一句话你忘记 是什么 我说今天只要沈静晶跟益晓 收押 柯文哲就要倒霉嘛 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他今天承认了一件事情 他今天跟记者问他承认了 他承认什么 他去过陶珠影园的俱乐部没有 有去过 有去过了吧 对不对 今天等于在全中华民国的民众面前 媒体面前承认 他跟沈静晶有私交 是不是这样讲 对 你去过陶珠影园没有 所以他承认他跟沈静晶的关系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昨天检调多厉害 检调今天放一个消息出来嘛 昨天收押理由 我一看就知道 哦 4500万 昨天雨昕讲得很好啊 雨昕把那个关系讲得很清楚啊 就是今天由这个 中工他们关系企业 总共汇出来的4500万 到哪年 给应小薇 我先说 因为应小薇我也很熟 他的男朋友 我也很熟 所以我帮大家解读一下 那4500万是汇到应小薇的 还有一个爱心协会 他汇到协会之后呢 他创造第一个断点 他被另外一个被收押的助理 姓吴的助理 他的每一次每笔每笔提现金出来 我的猜法 4500万提现金出来 他是分批会的 他大概每次提49万49万 因为50万以上要报调查局 调查局要监管嘛 所以他花很多精神把这个钱洗好 然后钱提出来之后呢 就存到了他男朋友王凯的 我们叫他王凯的 再洗一次 江湖上叫王凯 凯哥跟我们都好朋友嘛 那就存到再洗一次 所以就产生一个断点 那断点没有了嘛 对不对 就跟小婶的公司都没有关系了嘛 先到了姻小薇的基金会 然后再每笔49万领出来 到了姻小薇男朋友的账户里面 那这个钱就完全跟小婶没有关系 对 这断点已经成立了对不对 然后再由姻小薇把这个钱提出来 对 提款或是现金我不知道不确定 但是姻小薇一定有很大量是提现金 再交回去交给沈庆金 你了解意思吗 那沈庆金这个钱去哪里了 很简单嘛 两个人嘛 一个黄珊珊嘛 一个柯文哲嘛 这是检教主要追这两个嘛 因为沈庆金不可能 你刚刚讲 你说不是这个所谓的姻小薇 就是沈庆金两个要当污点真人 就是你要交代最后那4500万 留到啥区了 真的只是一笔嘛 那我现在反过来反算给你听嘛 现在在沈庆金手上有 总共有两大案嘛 一个是金华城 金华城目前坊间估算他 涂力金华城大概120亿左右嘛 然后另外他那个万大余国 如果是他 他大概总工程款180亿 其中40亿是最佳预算不用开标的嘛 那这看最多最少最少赚20亿以上啦 我这样讲 20亿加21亿都140亿啦 140亿你认为 一般的市面行情这个 今天再笨的一个柯文哲 要拿一点服务费的话 他那个他用10%算的话 这12就14亿啊 14亿 这十几亿耶 这个钱不是你那个 竞权总部的钱可以比的 这个叉叉比鸡腿啊 这两个不能比的东西嘛 所以他有十几亿要长钱 他才敢去买那个 1.2亿2.7亿啊 对 你们大家算那个账 都是小额科的账 所以我们小看他咯 小看他了嘛 他今天去剪 他今天你纯心跟他拼了嘛 把梳妆沐浴焚箱完毕之后 明天后天准备进土城跟你拼嘛 对吧 打死不认账 你懂我意思没有 对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听你讲说要有 他是什么 他这个是贪污治罪条例 违背植物行使收费罪嘛 今天关键在哪里 在哪里 沈静晶一个人嘛 沈静晶如果顶不住 把他招出来的话 这两个中了嘛 这两个中了我跟你讲 高宏安是11万耶 就判7.4个月 你这个开玩笑 你这个每个十年以上到乌西徒刑 对 而且这个一罪一罚耶 一罪一罚 他还没有帮他算北市科 三罪加起来算最低刑期 是30年耶 他还出得来吗 他不可能出来了嘛 对不对 最起码做15年 那个最后合并刑期判刑 结果一定15年以上啦 他跑不掉 他要跑掉 非常非常困难 他要减低刑期要 但是输送的时间非常长 我现在讲一个很简单 所以我认为他礼拜五 明天早上 开始会开始到他家搜索 然后几路搜索 因为中间你讲了一个关键人士 叫做那个人叫什么 叫做李文中 李文中 知道他把钱藏哪里啊 这还是关键人士啊 李文中明天如果看有没有收押 李文中现在是明天被告 因为他讲喔 李文中居然在我不知道的状况下 今天中选会把这个钱 说中央把这个钱汇到这个党部的时候 他直接直接把钱汇到我三个户头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的是 其实钱是给谁 是给党部 所以应该是党部的人 把这个汇到你的户头 怎么会是李文中汇到你的户头 你完全胡说八道 但至少李文中知道你的户头在哪里 对所以你们刚刚在讨论的过程 你们一直谈到李文中 跟他之间有翻脸的原因 是因为分账不均 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事情 就是上一次李文中 以证人的名义出庭的时候 到北柬去调查的时候 李文中那个时候 已经当了污点证人 要无罪赐回 已经无罪赐回 那时候根本就是 但无保 无保请回 但是黄珊珊告诉我们 她是被告 因为当天我们都认为 李文中是证人 所以黄珊珊脱口说出 她是被告 除了被告 不是这些案子 是整个案子 她就是被告嘛 所以李文中是重要关系人 昨天查了这个会计师助理 为什么不叫李文中去查 因为李文中讲完了嘛 所以我们小看检察官了嘛 检察官已经掌握到你柯文中的 柯文哲的钱的发展啊 你藏钱的地方 李文中已经把你揭秘出来 所以他很懊恼地讲一句话 他说我交往了五十年 被朋友坑了嘛 所以是这个 他把我卖了 当然他把他卖掉了嘛 李文中那个人会不会卖人 当然会 你看那些开记者会就在卖人 公开的卖我全部都不知道 那谁 我负责的跟大家报告 我都不知道 那谁知道 那李文中 我是检察官问你 那你李文中你都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谁知道 柯文哲知道 他讲柯文哲知道 你保证讲柯文哲知道 那柯文哲知道什么 你就通通讲完了嘛 所以他现在需要有法外 我跟你讲 明天一定会传他 搞个不好 李文中明天也收押 我跟你讲 因为所有他 他后面有后续串供 对 还有一些资金的问题 还在继续炒 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柯文哲知道明天会被串门 大清早就会来 那大清早就会来 我就在算了 关于1点钟生亚庭 开到3点钟结束的话 我就问了这个吴宗憲 这个吴宗憲这个立委 我说 我说会不会到了3点钟 在电视机面前把他带走 把他带走 他说应该不会有那么难看 他说我们晚上很麻烦 因为你知道这个夜间 真讯 夜间真讯 他可以拒绝 他可以拒绝 你说夜间真讯的条件 我跟你讲过没有 没有 什么夜间真讯的标准是 你知道几点钟吗 几点钟12点 你知道夜间真讯是几点钟开始起算 几点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气象局决定 看当天的气象局告诉你说 夜间 那个时间就是夜间真讯开始 预弱的时刻 看当天气象局来决定夜间真讯 所以他看就太麻烦 明天早上六点钟开始敲人家门 这个一天干下来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继续干 他说检察官只有夜间的问题 没有周末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现在柯文哲真的说谎 而且他完全没有任何愧色 他怎么讲 他之前不是讲吗 我跟你讲我只能跟你保证了 绝对没有一毛钱进到我的口袋 今天没有一毛钱进口袋 今天进到一口袋450万 对进到他450万 可是我跟你讲你把整个今天的PTT 所有今天记者会的所有资料看完 他没有去写到这一段 因为他不敢写 因为他如果写 木可公司汇给我柯文哲450万 大家就发现说 木可公司怎么可以汇给你钱 所以他这些话不简 他只有说 有一个450万的一个肖像权 全部做公益 但他省略了什么 省略了钱进到我柯文哲的口袋里面 所以你就会发现柯文哲从头到尾 就是最关键的词 他都不愿意讲 然后讲出一副说 这个东西要做公益 商败以后也可以公益 但他所有不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名字都是谁的 都是你私人的 所以他就形成一个状况 都会进总的 贪都贪自己的 这就是大家觉得非常诡异 今天其实又来了一个件事情 你说 不是这个授权金1500万吗 今天他们竟然有那个脸 说 这个1500万是我们进总多给了 为什么进总多给呢 因为木可告诉我们1.5亿10% 所以是1500万 结果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什么叫根本不是这样呢 那1.5亿在谁身上 1.5亿在进总吗 在木可 还是在木可 如果 而且从今天我才知道木可这么赚钱 1.5亿是你跟进总的账 然后你进去卖的东西我也不知道 所以一个小小的木可 不过才经营那么久的时间 他竟然就是一来一给 一个木可公司这么好赚 难怪他赶快要用他儿子的名字 去弄了一个公司 是所以今天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们现在讲双方律师对于契约合约 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现在目前双方律师在进行沟通当中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两个翻脸啦 柯文哲跟李文中翻脸了 而且柯文哲是外科医生的性格 什么意思呢 之前帐有问题是会计师的错 现在图立木可的问题是李文中的错 他给我多散钱 所以这边割 那边割 他是外科医生 哪里有问题 哪里割掉 割到现在柯文哲变成一个 没心没肝没肺的人 全部都是别人的错 那我问你 一个没心没肝没肺的人 他有办法活下来吗 今天要生下易小微 要生下省金金 所以关键是 钱抓到了 刚刚对我讲 他今天省金金给了易小微的基金会 4500万 然后洗了半天 把它洗掉了以后 最后那米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还不知道 4500万已经很夸张 没有 现在检调大概告诉我们说 省金金除了这个4500万之外 还有上亿的公关费 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对 没错 为什么要生下省金金跟这个易小微 因为他们两个真的确定 有所谓的金流往来的嫌疑 那他主要是从2018年到2021年的时候 其实省金金透过非常多笔的方式 汇给了这个易小微 大概汇的是4500万 然后当然如同吴董讲的 他们就把这个钱洗干净之后 再返还给这个省金金 好 那事实上除了4500万之后 现在呢 省金金的招物里面被他查到 可能还有上亿的资金呢 不明确 上亿 所以4500万还小看了 那这个4500万是他们两个之间的 有往来的 但是还有上亿 不知道到哪里去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钱呢 比大家恐怕想象中都还要更多 而且上亿的钱为什么今天依照查询 因为他跟柯市 柯市 柯市 柯市府是有关的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为什么跟柯市府有关系 保险那因为现在都 他指正利利说 哎这个在我的这个 这个金花城的案子里面 有人来跟我索会嘛 这是他 这是沈青青自己讲的 好 所以现在检调呢 只要能够把这个钱呢 连动到柯文哲的身材的话 完成柯文哲就完全无法 这个逃过的这个状况 好 那其实呢 这今天呢 柯文哲还说了一件什么事 他承认了 啊 我选后了 心情不好啦 我去这个沈青青的这个招待所去唱歌 他去逃出影院唱歌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是说沈青青 觉得他心情不好 来请他来这个来吃饭 然后他就说 哎 那你怎么可以跟这个沈青青往来 他说啊 财团也是市民啊 为什么不行啊 哎 保姐 他以前对财团 可不是这样的态度啊 财团是怎么拿着刀叉吃人肉啊 好 那我们就讲 实际上这个逃出影院 当然就是非常神秘的这个豪宅嘛 我刚才讲 实际上不是有传言说 沈青青当时被这个 闯进去的时候 他就在逃出影院里面嘛 他住在逃出影院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没有人买啊 就只有他 跟他的关系企业 两个在做互相的这个交易嘛 所以他们讲说 今天去找沈青青的时候 他其实躲起来了 对 他说逃出影院有一个神秘的密室 对 这个神秘的密室 在里面窝藏非常久 是的 是因为等于说检调单位 已经完全掌握他的行踪 把他给逼不出来 对 不然他本来想躲在里面不出来的 对 事实上就是逃出影院 大家都说这个 台北最大的装置艺术嘛 我跟他讲 事实上我有朋友进去过 去看过 那就看过之后 他这个平面图先跟他讲 他里面的房间 格局在这个地方 然后中间来说 一层楼 保持人家一层楼 他一层楼两户 哪一层楼呢 他有七座电梯 有七座电梯 四座电梯呢 是给主人用的 两座电梯是给仆人用的 另外一座电梯是给车用的 你看 车子有电梯 对 车子可以直接开到他们家的楼下 有停进去 所以你知道他 这个非常非常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他车子真的可以开进去 跑车什么都可以开进去 我车子的电梯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么贵 他现在卖到一瓶了五六百万嘛 那现在一户来说 只要十几亿以上其跳 所以原因在这边 然后上面还 为什么 因为他说了 为了要保证了 如果真的你万一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把救护车 就直接开到你家楼下 就直接把他载走嘛 所以他们这个电梯是真的 救护车可以到你门头 对 车子可以开上来的 没有问题的 好 那除了这个 沈青青躲在哪里 保证你知道吗 他躲在地下三楼 他有一个B3地下三楼 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碉堡 这个碉堡呢 有2.5公尺左右的这个钢筋 这样空起来的 也就是说真的 核弹打下去之后 他都没有问题 防核弹 都没有问题 他可以躲在那里面 所以就说沈青青是躲在那里面 然后人家说 因为这个检调去查嘛 这个很好查 这个里面来说 没有住人就没有住人 很好查 找不到人 跑到哪里去了 他在想会不会在地下室 原来他就在B3的这个 密室 密室地下碉堡里面 我看 2.5公尺可以防核的 防核爆的这个碉堡 他就躲在那边 那当然因为检调已经完全知道 你就在那边嘛 你一定有一天要出来的嘛 那于是就这样 就这样就把他带走了 所以 其实沈青青刚刚讲 今天柯文哲承认说 他进到这里面 对 这里面还有KTV 是 这里面还可以唱歌 然后这里面还可以吃饭 所以沈青青青是 用了最高规格 来款待柯平 对 这样他曾经请过 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高级的 这个所谓 很多老板都去过 他的这个所谓的 他的招待所是在顶楼 就是他的顶楼 那个地方 因为顶楼是一望无际 然后是完全打通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地方 就刚刚那个顶楼 对 那个顶楼是他的招待所 非常非常的高级 而且视野非常非常好 听说去我都觉得太赞了 所以柯文哲就在那个地方吃饭了 对 他在那边唱歌 在那边吃饭 而且保险我跟妳讲 这个陶珠影员 他一个月的管理费多少钱 一个月管理费15万元 对 也就是15万 这个真的就超过柯文哲 他的月退缝 所以柯文哲讲 这是陶珠影员 我不知道是不是陶珠影员 他目前为止 15万的月的管理费 是全台北最高的 所以他事实上 我就讲吧 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很多人都很想去陶珠影员看 你要去看他 你要去看他的这个所谓房子的话 不是一般人能看 你只好要出去 你有10亿元以上的这个资产 你猜猜猜看 不然的话完全不给你看 而且你要预约 而且大家沈静静说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呢 每一个这个住户 都要经过我们的审核 他说他最重视了 两个字叫做人品 也就是说他需要有人品好的人 来住他的陶珠影员 那我最近看起来的话 真是格外的讽刺啊 好 淑佩 之前台北最后就问他过很多次 说你有没有去陶珠影员过 你有没有去陶珠影员过 他以前都不回答 可是他今天居然自己承认说 我去过而且我去唱过歌 就代表 他跟沈静静真的关系非常好 而且我听到很多人说法是说 他去陶珠影员 根本不是只有一次 当然是啊 这个陶珠影员 离台北市政府这么近 怎么可能 沈静静会说 你选完之后 你在悲伤舞阶段的时候 我邀请你来唱歌 可是你在市场的时候 我都不邀请你 当然不可能嘛 而且另外啊 我也问过 之前的都发局的同仁 我问他说 请问柯文哲之前身边 包含蔡壁炉对于沈静静的态度是什么 他说不讨厌喔 所以包含蔡壁炉不是李文中喔 过去柯文哲身边的写低子 蔡壁炉都对沈静静是不讨厌的 只是说为什么他在第一届的时候 没有给他到第二届市长的时候 才去达成沈静静的愿望 为什么 我觉得这态度 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他获得 他让沈静静是获得百亿隆基 多给了5000多瓶 让他在精华城可以有百亿的获利 所以到底为什么让沈静静 在柯文哲第二任的时候 能够改变心意 是不是 就是常常去逃出影园 多唱唱歌 多聊聊天 柯文哲就改变了心意 而且还有谁陪他去 谁 还有谁陪他去 我就觉得这就是重点嘛 所以到底谁陪着柯文哲去 然后让柯文哲改变的心意 不过我要讲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慌了 我觉得有 昨天剪掉的大动作 约谈的沈静静 然后约谈的这个 印小微 这两件事情 让柯文哲真的心慌了 所以本来今天下午的记者会 不是要讲账的嘛 因为黄珊珊不是说 所有账的单据 全部都被剪掉拿去了 他要去copy 他有没有copy回来 没有 他今天少了一张假发票 对不对 他今天考了一张假发票 为什么 他们解释说那不是假发票 那是延后开的假发票 那是延后开的发票 那很扯嘛 你都八月的 今年八月的发票 在结一月以前的账 这太瞎了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账的 账务的记者会 是硬被喬出来的 今天原本要去回应 这个彭震生在星期一到议会去讲说 柯文哲是亲牵 让金华城可以得到20%龙奖 这件事情 他本来要谈金华城的 他本来要谈金华城的 但是剪掉昨天的大动作 让柯文哲害怕了吧 不敢谈了 他不敢谈 难怪昨天特别强调 不谈金华城 所以你看昨天莫名其妙 在同时间 陈志涵就出来讲说 我们不谈喔 明天记者会不谈的 不谈的原因 明天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谈的怕被检察官 也觉得说 你是不是跟沈青金 跟易小薇在串供 所以我会更积极的去办你 所以柯文哲怕不怕 怕嘛 所以今天他出来讲的时候 就是说 大家昨天晚上都在讲说 他会睡不着觉 他今天讲说 我没有喔 我睡得很好 昨天睡得很好 不是此地无垠三百两吗 谁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会隔一天跟同事讲说 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同事会说 干我什么事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今天的态度 一样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但沈青金 会去慰绕他这件事情 凸显得 柯文哲跟沈青金的关系 非常好嘛 沈青金为什么不去安慰侯友宜 问你柯文哲 2014年你在修理远雄的时候 你怎么讲的 刀叉吃人肉 刀叉吃人肉 你在骂这个 这个好龙斌的时候 你怎么讲的 你说下属犯罪 下属贪污 长官都不知道 七四一四嘛 对不对 结果你现在居然说 财团也是市民 我就要讲说 你的态度为什么转变那么大 而且在杠上开发 沈青金出来以后 他不是金华城 今天讲的 你的中工再去的时候 连万大余果市场也冰购了 是 宝洁哥 我刚刚刚要讲 他独厚沈青金的还不只金华城 还有果菜市场 你知道果菜市场 当时在发包的时候 台北市议会编列140亿 刘标了三四 柯文哲给他剪相发包 剪相发包之后 中工得标 中工得标之后 你知道吗 在现在我们居然要追加50亿 直接送给中工50亿的工程 因为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在剪相发包上面 写得非常清楚 未来以后 鱼市场就一定要盖到八楼 水果呢 就一定要盖到七楼 无条件的要配合 你知道这两个就50亿 但是多追加的这两个楼地板 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鱼批发市场 多追加的六楼跟七楼 要做餐厅 要做水主管 跟批发市场有何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水果更异谱 你知道我们多追加的六楼跟七楼 一层楼做停车场 另外一层楼做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做空中花园 台北市民就要多花50亿 送给中工 然后多盖这些楼层回来 不知道要干嘛 全部都是因为柯文哲 当时发包的时候 剪相发包 在上面切的合约 到时候如果中工说 你为什么没有把他追加回来 他是可以告台北市政府的 而且书北今天很多人问我说 柯文哲怎么这么敢啊 是 怎么这么敢 而且柯文哲之前不是说 他最有财政纪律吗 对啊 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吗 过去好龙兵 最让人家诟病的就是追加追加 再追加嘛 结果他现在不追加 他就是直接剪相发包 逼迫的讲万安 你要编列50亿 直接送给中工嘛 所以为什么今天剪掉 会进一步的到中工去搜索 原因就是在此 柯文哲读后審清金的不止金华城 还有万大的果菜市场 这件事情更是大条 好 玉凤 从而来讲的 原来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 搞了半天是9月5号 本来要去约谈審清金 9月5号约谈審清金的时候 这个事情爆开了以后 谁急最紧张 硬小威最紧张 硬小威我们昨天就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会跑到台中清泉钢去 原来他是先到桃园 对 在桃园发现自己已经被禁管了 吓死了以后 他居然要跑到清泉钢 那想说你干嘛去清泉钢 原来清泉钢有班机可以去金门 他有可能说 我去金门再坐小山头 跑掉 就没有想他连国内线的飞机 他也不能飞 代表他从头到尾都被盯上了 那我若讲 今天如果沈清金被盯上了 硬小威被盯上了 那柯文哲跟他太太 不就早就被盯上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硬小威其实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我们真的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慌了紧张了 谁收到传票 其实是沈清金 他收到是9月5号 但其实他收到传票之后呢 马上就有人在他的住居所那边盯监了 所以呢 我丢给你传票 我身上带的鞠票 如果你想落跑 我就把你扣走 但是呢 他还算沉稳 沈清金还算老江湖 他不管怎么样 他至少还在运筹帷幄 有一个人 自己小威急了 动不了了 对 想要落跑了 动尾条 想要落跑了 然后呢 跑过去那个地方 其实 你有犯案经验的人都知道 你一被禁管之后啊 你大概就知道 你跑不掉了 你唯一条路 就是贼汤啊 你不可能再由机场出发了 但没想到 他桃园国际机场 不能出去之后呢 竟然跑到台中清泉缸 他竟然以为说 如果我不能够出国 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台湾的台中 飞金门 金门在走小山头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对 去中国 对 结果也不行 但是 国内线也不行 因为电脑是连线的 兄弟 议员 电脑是连线的 而且呢 他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就逃亡啊 如果我今天第一次 我跑去这个机场 说我要去英国 我要去伦敦 去看我女儿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是合情合理的 我第一时间 我怎么知道我被禁管 我被禁管说 我回家我等着开庭 不是 你马上浪跑 落跑 你跑去台中 你是不是要逃跑了 要逃跑的时候呢 鞠票就来了 就把你给带走 然后审信金 就一起带走 现在来说的话 为什么有办法 给你传票 又开鞠票 对 钱 这种事情来讲的话 贪污自罪条例 查的一件东西 就是钱 所以他们两个 已经有金流被勾击出来了 钱出来了 对 已经有金流被勾击出来了 但是呢 审信金如果 为了这个案子 跟易小薇 这两个人是合不起来的 因为你是什么东西 你只是议员啊 议员可以给隆基率吗 不能 议员不能给隆基率 所以呢 他有一个三角形的关系 所以重点就是 柯文哲 谁点头给隆基率 对 有办法来点头给隆基率的 有办法把隆基率送给财团的 有办法 让这件事情圆满起来的 就是有公权力的人 所以现在这两个人 如果被羁押之后呢 很快 如果被羁押啦 他可能也有中保 那很快的 柯文哲 你就要到北检来说明了 那北检说明的话 所以说 易小菲 跟这个所谓的审信金 只要这两个骨牌一倒 下一个骨牌 就是柯文哲了 对 就是柯文哲 但是呢 小沈他昨天呢 其实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不是第一时间 他后来想尽办法 来发了一个声明嘛 这声明怎么出来的 这声明呢 是在房地产的群组里面丢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大家看到 就想说 诶 奇怪 你被带走 然后呢你还没有到地检署来复训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现在身体是被受控制的啊 你怎么发声明 那你发声明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之前就知道 对 我有一天会被突然带走 所以呢我先把声明写好 可是那声明就是给柯文哲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不说金华城的事情 他在里面 厉厉哈啦想了很多嘛 说什么 柯文哲师傅 有人来跟他所谓 那都不是重点 谁来跟他所谓都不是重点 他的重点就是说 我不会给红包 柯文哲也不会收红包 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兄弟啊 成功 如果我真的被鸡哈了 我不会搅软 你千万不要搅软啊 我是要拼无罪的 所以呢他今天才说 金华城的事情 我从头都不谈 为什么 因为现在柯文哲已经慌了 他还没看到他们有没有机会出来 这些人大家就觉得 南检动成这样子 陶检动成这样子 北检在干嘛 北检怎么都没有动机 结果你说不是 现在真的是慢慢巩固资料 北检才是最可怕的 北检看起来是准备的很完备 而且北检手上的资料 很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资料 那现在讲真的 到今天为止 最大的关键是什么东西 就是沈庆金跟柯文哲 跟黄珊珊中间的金流 那这个是有 还有黄珊珊 黄珊当然有 黄珊珊自后参加了嘛 这个当然 黄珊珊到了市政府之后 这案子才重新启动 对 所以黄珊珊 柯文哲 沈庆金三个 才是真正的关系 这个本案的关系 重要的关系的人 今天 当然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鸡押题在进行当中 我认为鸡押一定会成功 鸡押一定会成功 理由很简单嘛 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金流的关系 如果今天应小微的钱 被证明到达沈庆金身上 对 所以她才有办法伸压 如果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的话 而且你才准备逃跑 不 那个逃跑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沈庆金如果从中工 或是中石化这三四公司 洗了钱绕一个弯子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口袋 这个叫做什么 违反证券交易法 这叫洗钱 这叫背信 然后这叫做商业会计法 加加起来 五年三年跑不掉嘛 所以减掉要去押这个人没有问题 而且她在海外有大型事业 所以地狱一定会通过 那为什么搞到现在为止搞不下来的话 可能搞不好还在谈别的事情 也有可能在当时今天沈庆金看到被收押 她开始愿意志愿当污点证人 可是她不想发表那个声明 发表声明还讲柯P绝对不收钱 就像刚刚玉峰讲的 我先告诉你兄弟 我不会出卖你的 那个是沈庆金 沈庆金在电梯培 那沈庆金电梯培是18岁少 年轻的时候电梯培结果去坐牢 她就因为跟人家这个斗殴 打架了 到五四刀砍人被人家坐牢 坐了好几年 她以前是台北一个帮派的老大 一个宇宙帮老大 宇宙帮 那个帮叫宇宙帮在燃机场 这个你们家现在附近 在我们家那边 你们家那边附近 但这封信我跟大家解读一下 他跟我讲过大概不下十几次 他告诉我说 我告诉你就是柯文哲里面的一个 某某一个副市长 透过人跟他要钱 他把那个副市长的名字也告诉我 我等一下我都没有放 讲人家的话 而且你的商人讲话也没有证据 无凭无据 你叫我去帮你讲这个话 我大哥我算了吧 我扯这个干嘛 我就不理他 就要把他写成文字出来了 他没写这个名字 他不敢写名字 那写名字你一定去告他 对对对 就胡说八道一通 然后第二个 他电气批说他不会讲出来 我跟你保证 他如果到了这个 到看守所 三天就讲出来了 三天 三天 他没有那个 他没有那个种 因为他吃好情好饮好嘛 他已经那个过贯的好日子 那个 他说 一天五瓶 他一天五瓶的房子里面 再配他一个 再配他一个吸毒的 他昏倒了嘛 对不对 受不了 所以沈庆庆我认为 百分之一百当污点证人 那个时候柯文哲 就会到了我们现在的 贪污之罪条列的第四条 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超级重罪